唉 些文字 哇 哇 哇 生厉害 没钱了吗是吧 我要先写明 你再帮我挤杯点吗 小老弟 这跟医院挂后的一样 且完了到我这来交钱啊 哇哦 你吃电池 算了算了 这有呢 什么 你的手习惯是什么呢 喜欢用左手去摸右边的背影 你就是鱼 就是鱼 就是鱼我的成员 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 请问你变黑也是一种意思 太阳能能力的是 我上妆了其实不黑 我已经真的想死了 写完的同学 把你们的问卷给到右手边的同学 右手边 右手边这些 给大家念一下啊 姓名 年浩翔 名字的含义 远不知道 他这个身高啊 他改了三次 好像一次写了个178 第一次写了一个 1805 哈哈哈哈 第三次改了个180 我看到一会儿我是身高 抱得一会儿偏高 我在想我就不能写 偏高 偏高 那要他真实身高 所以说 真实身高 所以说我也应该填我自己的真实身高 180就是我的真实身高 哈哈哈哈 我也有点想笑 不为人知的小学观是睡觉前垃圾 他不是打坐吗 他不是打坐吗 打坐呀 哦对打坐也要打的 他在阳台上打太极 我的妈呀 对对 真的 因为 蛮感兴趣的队伍术 所以说 自己私底下会去看 然后会去决 给你利益的话 做傻事的时候才是傻子 别乱说 做傻事的人才是傻子 没写人呢 那就帮我添个人 哈哈哈哈 那就帮我添个人 随意啊 他想具有的成员能力是真鱼儿的跳跃 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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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 这些人真的飞了 我放你去吧 哇 太飘了 这飞起来了 他是什么飞人 哇 哇 他的依据自我称赞的话是 怎么会有我这么帅 这么帅的 我都不知道是 什么人可以写出来这样的自恋的话 没必我的脸皮比较厚一点吧 哈哈 浩翔在学舞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他的可爱 啊 哇 我真的 厉害 厉害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贺峻林的简历 哦 我要看看看看他 爵士的大帅哥 瞧你呢 真美的 多么的绝美 那高挺的鼻梁 他的眼睛 连每一看头发都是上天赐予你最好的礼物 这比我都浮夸多了吧 确实确实 对我看错了不过 不过他就是我们理解 我是不是 理解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他本来就是 感情在我这里不是那样的人 对吗 谢谢 谢谢你们 哈哈 呃 姓名何俊林 名字的含义 有山有水 十分美妙 真厉 真高2米8 我以为2米8 2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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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自己的身体不为眼睛 哈哈 也挺一下挺一下挺一下 挺一下 挺一点很少 不是吗 对对 不为人知的小习惯 我吃饭用左手指 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一定要换一个 你这太没意思了 我有一次吃饭是用右手吃 你们知道他有什么小习惯吗 知道 他喜欢穿真丝睡衣 哈哈哈哈 啊对对对对 蓝色的哈 对对对对 蓝色的 真丝睡衣 还有反光的那种 才是那种想滑的 我还有 他喜欢每天都香香的 哎 哎 真香水 然后给我闻 他说哎 你觉得这不是你去想闻的吗 你要哎 我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 你要我每天呢 啊 不是好香哦 赵小萱在撒娇的时候 我感受到了他的可爱 赵小萱平时怎么撒娇 平时怎么撒娇 我看这不就不爱吗 我读ID的时候 就是无时无刻 不是不是 误异一下 张振元姓名张振元 名字含义 张开真诚为人群 哈哈哈哈 给我力量的一句话 思想是不怕子弹 电影里的 哈哈 我一个人觉得小习惯 喜欢扭膜 你要扭膜 哦我告诉你 张振元姓 哈哈哈哈 不是我是觉得动这个骨头很爽 给你们展示一下 看看看看 哇 哇 响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了 动耳朵 对 动耳朵大家都知道你会动耳朵 动一个耳朵给小马哥看一看 单眉 你看你看你看 哦对我可以单眉 你都知道你会单眉 我也可以单眉啊 哈哈 你也会啊 我可以不连着这个耳朵 你会动这个耳朵 你动 你动 我不能 动不了了你看 动不了了 你都动了 应该动了 你说眉毛吗 眉毛我也可以 哈哈 但是我不能单动耳朵 小马哥 你动应用 所以他单动在这边耳朵 你为什么那么动 我也不知道 我也有强迫症 我就觉得这个神经我处理感受了 我感觉小马哥神经好 我觉得这已经这肯定是人类进化的 哈哈 小马哥在求别人的时候我感受到他的可爱 我最近真的没看到小马哥 昨天啊 昨天啊 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小马哥是 成年了 成年了吗 咱们是法治社会要讲究政治 啊 哈哈 你三球 哇 你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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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真的 那就邻居我的时候 我有想揍他的那一种 为什么帮我接水的时候 哦 哇 为什么帮你接水呢 对啊 因为我帮他接了 你没让我帮你接过 你就想揍 就这么点想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的什么社会人啊 开玩笑 为了做人还找理由 没有玩命啊 好不好 做人需要理由吗 开玩笑开玩笑 姓名 算了 名字韩语 不知道 身高一巴巴 喜欢弄鼻子 喜欢弄鼻子 就是我老是这样弄鼻子 然后他们就会 就是我在 噢 OK 想拥有的超能力是飞天遁地将闪现 可以可以 哇 巨为极有的成员的能力 我的体重 为什么就不是我的体重了 我就比他重了1.5 这一年 你不高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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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照镜子 哦 好棒 我照镜子 那还是 聊完在撒娇的时候让我又想作乐 我也想 我也想 我又 我 我不想 我不想 天天给你 天天给你撒娇 马老师姓名马家奇名字含语住院 因为骑的意思是什么 哦 哦 身高 一八五 身高一八五 真实 起重 感情我和言我是最矮的 我是最矮的 我是最矮的 你跟我身高一 一百二十五千克 公斤 那我不是两百多斤了 二百五十斤 最有自信的部位脚腕 他之前写的腿 他可能看见了赵亚先生的腿没有自信了 就变成脚腕了 还是很不错 还是很不错 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一口气喝两杯耶 请问你是怎么喝 先吸一口气 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吸管吧 就是两杯吸管 我的修饰语 头发真好看 腿特长 马 给我力量的一句话 再坚持一下 拉筋的时候吗 哈哈哈哈 你再坚持一下 这段坏什么呀 喜欢的运动跳高 我信你个鞋 信 不知道有什么 我信了 跳高吗 你喜欢的运动应该是呼吸吧 最近上课使我快乐 小刘在撒娇的时候 我感受到可爱 小刘在撒娇的时候 应该这样行 他又要捶我 又觉得我可爱 你一个棒的一个走 就是甜吗 甜不甜 名字的含应是成为天上星 雪嫌ABC大 你大什么 第一个 头发自动变色 可以 头发自动变色 身高一米也上很真实这个 是应该上了 真实的身高 体重200 224斤 24斤 因为是我的生日 第二个修士语是哥 哎 哇这个也 这个很棒 太羞了 我觉得不错 对啊你觉得不错呀 我感觉我被套路了 一句自我称赞 还不错哦 不为人知的小习惯抠手 就这样抠 我喜欢我喜欢咬 喜欢的运动 睡觉 渴 最近老师留下的作业完成度 留下作业太难了 你知道吗 糟了还有那个海明游戏 有一只鸟 他不担心从四上跳下 还有八个 太软了 还有八个八拍 什么 八个八拍 舞蹈作业 还有表演作业的那个 表演作业 天梯中 白 哈哈 他排第一 我排第二 我排第七 黑排第一 不不 黑排第七 文 哥 没有哥 你干啥呢 要加一个 加啥呢 文哥在卖萌的时候 我感受到他可爱 就他会身体在你面前扭来扭去 哈哈哈哈 这里面也是 在那儿 姑勇 姑勇 哦 就在那儿鼓勇 在那儿鼓勇 有点儿鼓勇 好好好 这你也是 就这样 就这样 哎呀 让我先死 对 就是 哎呀 就是这样 就反而扭来 大家开心就好好吧 刘耀文 名字的含义 希望我以后可以光宗耀祖 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第一 鼓掌 你这特长让我很疑惑 大大大 大大大大 四个 你还有那个大 你那个笑 那个 哈哈哈 身高 1米82 体重 我觉得是写的 写的最真实的一个 114 114 真的 公斤 公斤 57公斤 57公斤 我的修士鱼叫他 玩 就好 最有自信的身体部位是 腿肠 来一个 来两文 在这儿真的放不太多 不亮了不亮了 走吧回家了 他想要的能力是 他想把第二的白皮肤给占有 你占有了也会变 TNT中身高我排第一 那边有个2米08的 2米8的没说话 我是2米8 他说 爹儿在录ID的时候 他感觉到了爹儿的可爱 我吃了 我吃了 喝了 走 我吃了 你还要吗 你耍我不要 这种人 我爱你 我们爱你 我也觉得 什么 小妈个中文人 你看你不要在这里 还火上浇油 甜吗 我感觉好像被调味 没了 都没有了 答案都说完了 嘿嘿 第一位严浩翔 我不敢 我也不敢 你的室友是谁 我的室友是真元和 要是换个室友就好了 他答的是错 我们来检测一下 不想换 没有啊 不想换室友啊 室友还是不想换啊 有什么问题让你不满 想要换室友 我没有不满 你觉得你是最可爱的吗 你觉得你是最可爱的吗 我不是最可爱的 不要呼吸 就是个玩具 是最可爱的 逗我了 如果这个队友可爱担当 那一定不是我 她觉得自己是酷盖 她不可爱 来试一下 好 好 It's true 啊 n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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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麻麻的 还好还好 OK我感受到了 我们不要动马个笑 不要动马个笑 看他 你要放松心情 我不成 柴犬跟G&G 他选了G&T OK选G&T 停T 停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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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个人啊 他真的癫癫癫癫而已 这个该电两次 下一位宋亚轩 啊 木糖 这个真木糖 他这儿先来吗 这个何感 他说如果有妹妹 可以放心介绍给成员 哇你心大不幸 知道 哦好恐怖 你家会被电吗 哦 哦 哦 还好 还好 都说了 你为什么不想介绍给成员 游戏是假的 我刚刚脑子是乱的 我 我说了不想 我本来说 随机家提送亚轩说 他不想参加今天这个录制 谁不是 谁不是吗 我真的好怕呀 我天 G&G跟自拍中 一定要舍弃一样 他选择了自拍 是吗 等一下 等一下 按住 按住 是不是 是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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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个游戏 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 游戏 游戏游戏都是假的 测谎一都是假的 他不能把你的脑子里想的东西 全部读取进去 请问这是这算欺骗消费者吗 啊 啊 啊 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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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